不要像他可以去看他不換 可以耶 不得了… 還有自信耶 也有自信耶 媒體動議系的同學 好 婷婷 來跟大問生好啦 主持人 評審 同學大家好 我是婷婷 好大方喔 真的嗎 對啊 小莊老師怎麼樣 是不是 我覺得妳出來的時候 應該要收一下笑容 那個感覺就更到位 因為其實她的長相 本身就是比較偏酷 比較酷 比較壞的那一型 對 但是她有嚇人的地方 有幹過什麼壞事 小時候就是 可是我覺得是正義感耶 因為那個時候我們幼稚園 然後就是有同學 我們在排溜滑梯 然後我同學就是有一個 因為我以前在美國長大的 那有個黑女人就是插隊 加分… 有啦…有加… 對 就是有個黑女人小孩 就是插隊 然後我就抓了一把沙 然後往她頭上扒下去 對 對 而且我小學的時候 就是那種 我會譬如說我不喜歡這個人 然後我就會 召集全班公幹她 這後面半段就有一點恐怖啦 表情壞壞 對 那你今天的表演是跳舞 跳舞喔 好了 掌聲歡迎我們聽聽的表演 好 換舞蹈 好 推廉四 厲害囉 她是你的卡丁 沒有名字 我以為你愛你的世界 跟一句話快會成為一句話 你已經知道了 沒有名字 但你的腦袋 PUSSYCONTROL PUSSY PUSSY PUSSY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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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王 女王 這個怎樣 PUSSEL跟MUSSEL 這舞蹈專門的KIMIKO老師 覺得她跳舞跳的感覺怎麼樣 我覺得Liz比較壞耶 Liz比較壞 我覺得櫻安婷婷本身是個好女孩 所以其實在跳舞的時候 她的眼神還有她 妳再跳一跳的時候她會帶著笑 那雖然很迷人 可是因為我們這次要PK的是壞女孩 我覺得她 剛剛跳舞的當中 壞女孩應該是大爺吧 對 大爺一直有一張海灘臉 對 反而她在這個部分 我覺得大爺在她旁邊伸得很搶眼 所以妳一定要想辦法 讓妳從眼神到整個人的氣勢 都要強過旁邊的人很多 現在就是三位評審 要來舉牌的時候了 請問三位覺得婷婷能PK成功嗎 請舉牌 好可難 小學老師為什麼妳打岔 不夠壞 因為我覺得她其實就是 她其實剛剛那個表演 整體看起來是有的 可是就是在那個 我覺得妳的精神跟靈魂 真的沒有壞到表演裡面去 沒有跟表演融為一體 最近不是像那個雙雞在演唱會上 蔡里的那個眼神就非常壞 我覺得她可以參考那個感覺 沒錯 壞女孩要使壞 就和各個月的新正妹選拔一樣 必須要真正表現出自己獨特的魅力 才能讓大家一看就記住妳 順利脫穎而出喔 接下來要請我們KIMIKO老師 來告訴大家 這次我們的六月新正妹講會誰 我們這次選的這個人 說真的我們三個說完 自己內心都還一驚這樣子 就是她的表演真的滿跳動的 所以 我們知道了 我們選的是妮妮 恭喜妮妮 恭喜妮妮 可以得到我們一力道兩支 以及我們的愛女生雜誌一年份 是 還可以接受我們愛女生雜誌專訪 跟大宇拍攝啦 恭喜她 恭喜妮妮 好 謝謝李教授 謝謝 謝謝 其實今天還是要謝謝這些正妹 來到我們節目當中 我也要謝謝坐在第一排 忍辱負重 堅忍不拔的 其他各月新正妹 假笑了一整集的正妹們 好 我們還是要掌聲 謝謝她們好不好 謝謝我們三位要請 請期待我們的七月新正妹 拜拜 拜拜 謝謝